我就是直接叫他罚贵 不打不骂 但是直接叫他罚贵 比打骂还要严重 严重的伤害孩子的自尊 我们如果爱我们的孩子 到底为什么原因 我们还会这样子打骂他呢 其实就是我们爱的方法不对 根据心理学家提到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弗洛姆 他就提到爱有四个要素要掌握到 第一个就是关怀 第二个是负责 第三个是尊重 第四个是了解 但是如果我现在在问各位 关不关怀我们的孩子 其实也不用问 一定非常关怀 照顾我们的孩子 只是差别在哪里 我们的孩子恐怕不认同 你很关心照顾他 对不对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节目 左半边这边都是爸爸妈妈 谈话性的节目 一致同意非常关心照顾这些孩子 右半边这边都是青少年 一致不同意爸爸妈妈非常关心照顾他们 他们还觉得说爸爸妈妈只会干涉 只会管教 根本不了解 不了解他们 那结果孩子就讲 他们什么事情都要管 那第一个就讲说 我吃东西 吃快一点也不行 隔壁一个孩子马上跟着讲 我吃慢一点也不行 我们在管孩子的过程上 发现一种毛病 你忽略了他背后的 忘了跟他解释什么原因 比如说他吃太快 你担心的其实是他的消化系统 是不是 但是你通常没有这样子跟他讲清楚 说你吃那么快干什么 就直接指责他 然后他如果吃太慢就说 你吃快一点 等一下有很多事要做 你就直接这样指责他 你忽略要跟他怎么讲 有一个孩子就跟他爸爸讲说 爸 我希望妈妈不太会管教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还很小 爸爸就很慢慢就问他说怎么讲 因为晚上不想睡的时候 妈妈就叫我去睡 可是我早上我还没有睡饱 妈妈就频频叫我起床 各位家长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这样 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 时间九点到九点半到 就马上跟孩子讲 去睡觉去睡觉 教理学校没有在听 常常只是这样 忽略的跟他讲 早睡早起身体好 然后精神养足 隔天的学习状况比较好 是不是这样 我们常常就是忘了这样 所以你跟孩子做关怀的时候 其实忽略了要跟他解释清楚 然后有的爸爸妈妈 也会管教孩子的穿着 会不会 多少都会管教孩子的穿着 其实爸爸妈妈 如果你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 孩子的穿着穿给谁看 其实是穿给他的同学看 他的同才看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是不满意他的穿着 然后要教他怎么穿 如果你发现现在的国中生 高中生 他们照镜子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动作 抓头发 有没有 你让他留我这样的发型 他愿意吗 他不愿意 因为他现在是最流行的发型 他就是要装扮给他的同才看的 如果你太管教孩子 孩子又觉得怎么样 爸爸妈妈你老顽固 你是一些老师想 根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关怀孩子的过程 要注意给他适当的自由跟空间 那自由跟空间 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要取得一个共识 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状况之下 孩子才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关怀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 第二个 负责 我们的台湾现在的教育制度 我们是不断地在更新 希望能给孩子最好的 换句话讲 我们这不断更新的过程 孩子要不要适应 他有适应的问题 包括我们学校老师 还是有一些适应的问题 所以你去反观一下 我们孩子现在必须面对的一些状况 联考制度的筛选 同学之间的竞争 人际关系的互动 要不要去适应 感情的处理要不要去适应 要不要去学习 未来理想的时间要不要去思考 这些都是他要面对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讲说 德智体群美五欲并重 可是现在真的有做到五欲并重吗 没有 我们都太重视学习的成绩 人际关系的处理也没有教导他 这些都是爸爸妈妈你要去补足的 对不对 学校的教育它是根据整个教育的风气 在做调整 但是一些比较细部的部分 还是爸爸妈妈要负责的 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的 加上现在社会价值有一点混淆 你要适时适地导正我们的孩子 对不对 所以少部分的人功利主义 然后再加上媒体的一些传播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孩子 很直接影响我们的孩子 所以你要用负责的态度 陪孩子一起成长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尊重 其实尊重代表几个面向 第一个 我们在帮助孩子的时候 要根据孩子的需要 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期望 各位 孩子的需要跟我们的期望相同吗 未必 对不对 我去讲课的时候 有时候会跟家长做互动 假如你的孩子 他喜欢念美术 但是你希望他念法律 当你们有争执的时候 要怎么办 很多家长就说念法律 为什么 因为法律好像比较有前途 但是我就跟家长做互动 如果他念法律 万一他印了你的要求念法律 他如果念不好 他会怪谁 他会怪你 对不对 另外一点很重要 如果他不是念自己 有乐趣的科系 他念起来会快乐吗 不快乐 他如果去当律师 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是你乐意见到的吗 恐怕不是 再加上 现在的科技 一日千里 将来的变化多么大 我们根本不知道 法律就以后一定会吃香吗 恐怕也不一定 是不是 所以你要根据孩子的需要 而不是根据你的期望 这个是充分的尊重孩子 假如说他自己念美术没有念好 他就去思考说 这个可能不是他真的强项 他就去用反省的角度 去思考他自己的问题 他就不会怪父母亲 对不对 否则他哪一天被当了 念法律被当了 他就说 你看 我当时就跟你说 我不要念法律 你就一定要要我念读法律系 就是这层的道理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尊重是平等的讨论 而不是以大欺小 其实我们跟孩子做互动的时候 会不会以大欺小 多多少少 是不是 小孩有心没嘴 大人讲什么 不要顶嘴 之类的 我们用自己权威的手段 高压的政策去面对孩子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是平等的讨论 其实小孩子小时候自尊心 就已经建立了 各位校长要特别注意 我们森林小学的一个校长 叫朱校长 森林小学的校长 他讲过一句教育的名言 孩子不管多小 你要像大人一样疼爱他 你要像大人一样尊重他 孩子不管多大 你要像小孩子一样尊重他 不管他多大多小 你都一样要尊重他 因为小孩子小时候 自尊心就已经建立了 这个要特别注意到的 第三个 尊重并不代表放纵 我们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 认为要充分尊重孩子 可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他又不会闹情绪 他又不会是是而非 会哦 他会任性 所以你要在跟孩子的互动上 给他适时适地的一些机会教育 那我们要怎样适时适地的机会教育 这个又牵涉到爸爸妈妈 回到一个基本面 爸爸妈妈一定要跟着成长 一定要学习更多 或者你要教育孩子 你会觉得 哇 很疲惫 了无方法 那动不动就会生气 所以回到一个基本面 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具备更多的 更多的教育理念 其实学者专家曾经在这边 举过一些例子 然后教育孩子很像开钥匙 当你的身上有很多钥匙的时候 你在教育孩子就怎么样 就不会担心 因为你胸有成竹 孩子遇到瓶颈 你有很多的方法跟他做互动 但是如果你的钥匙太少 只有一把只有两把 打不开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会 当你紧张焦虑的时候 跟孩子做互动 你就用不理性的方式 当你用不理性的方式 孩子就不会给你好的回应 有没有发现 你越是打骂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反应越是不好 你就会发现越南交 所以回到基本面包 就一定要成长 第四个 了解 了解我们的孩子 这里头所讲的了解 是跟孩子做互动 做内心的对话 有些家长会认为说 孩子喜欢哪个科目比较强